最近李遠哲讓大家比較驚訝的是 他參與了一個連署 這個連署就是希望 蔡英文總統交出行政權 而且不要在2020繼續尋求連任 李遠哲跟蔡英文翻臉的過程 現在也受到披露 1月1號李遠哲密會蔡英文 當面開炮 而且當面跟他請辭總統府執政 蔡英文問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結果李遠哲嗆聲說 你不讓管碧玲做教育部長 去找葉俊榮做這就錯了 所以管忠明才會上任 原來卡管的幕後黑手 已經自己浮出檯面了 卡管的幕後黑手 就是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 這一封連署書當中 還有吳李培也簽名連署 基本上可以算是他的領銜 他也是傳真了一紙辭職信 然後蔡英文總統說 我是告訴你 我已經辭了 不是來請你批准我辭職 而且他還說 在你上任3個月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說 你不換林權你就完蛋了 炮轟林權和李大為是不適任 他還接受媒體專訪說 蔡英文總統最大的問題 就是人事的問題 都用人不當 所以他對於蔡英文總統用誰 是有很強烈意見的 李遠哲對於蔡英文 用哪個教育部部長有意見 吳李培是對蔡英文所用的 跟金融相關部會的人事有意見 所以有教育大佬 有金融大佬 蔡英文總統施政的確是蠻困難的 還有跟婚姻平權有關的大佬 就是長老教會的牧師高俊明 之前蔡英文在同婚爭議的時候 急踩同婚的刹車 他也提到是一位某長輩反對同婚 引發對立了 這個婚姻平權 蔡總統當時為了高俊明牧師 踩了刹車 結果在連署書上也有他的大名 彭丁敏當然他在蔡總統的 每執政當中都獲聘總統府執政 之前也對於蔡總統鼓勵 很少批評 但是這次也一起參與連署逼宮 四個大佬最近好像是 蔡總統聲望持續上升 分享數持續增加按讚聲 越來越大聲的一個關鍵連署書 為什麼四大佬要這麼做 這是苦肉計嗎 維翰 四大佬現在看起來 跟菅哥一樣有芙蓉閣 就是罵誰誰忘 你罵蔡總統 蔡總統整個忘起來 菅哥在苦笑了 菅哥現在沒有罵蔡總統 如果罵的話 那蔡總統可能基本上就是 可能就連任了 因為我上一半罵了幾句 所以你看 上一半他就回聲了 所以基本上 所以你讓回去你的影響力 不是 我知道 四大佬你要說 如果蔡總統選連任的話 我就去跳海 這樣他就會連任了 不 因為我會要看你跳海 我會繼續罵 表示我罵有效 我看大家報告 就是菅哥罵誰 誰就忘這是確實 四大佬看起來有這個效果 但是我更看重 或是說更在意的是 蔡總統的回魂這件事情 我剛剛其實節目一開始有給大家看臉書有沒有 其實蔡總統他很厲害 他跟之前國民黨內的某次鬥爭 有人立刻出國嫁女兒 我在嫁女兒 你在對我出手 趁我病要我命 人牽手牽手 背後下毒手 這都是台灣民眾所不喜歡的 蔡總統這次厲害 為什麼 因為觀眾朋友 12月27號無理賠 就已經傳真給蔡總統 本人無理賠此刻辭去資證 特辭奉告 就只有這幾個資 然後總統請他到官邸 從2點台到3點半 無理賠親自講的 總統府方面也放出這個訊息 要增加蔡總統的籌碼跟credit 他讓他知道說 12月27號我就被save in 我的資證傳真給我 告訴我我不幹了 我過去跟他這個好好的請教 他還把我痛罵一頓 我不是跟你請辭 我也沒有你同意 我只是告訴你 總統被save in 這是總統幕僚發給總統記者的 背後的故事 這是無理賠 還有李遠哲 1月1號的時候 李遠哲到總統的官邸 也是當了總統的面 你不用管閉靈就是錯了 管閉靈觀眾朋友 很快解釋一下 7月7號接到賴清德的電話 2018年 接到電話很高興 臉書也PO 新聞也出去了 要接教育部長 結果大家都嘩然 柯正委員也覺得說 這個人選好不好 不是蘇宏道 OK 然後7月9號 也就是禮拜一 真的如期到跑道行政院 要跟賴院長說我們來talk一下 talk的內容是 抱歉 不是你了 因為上面有意見 所以蔡總統沒有讓管媽 去做教育部長這件事情 李遠哲也痛罵 你沒有讓她做 卻讓葉俊英做 好 所以這幾件事情 觀眾朋友你們注意到那個時間 12月27還有1月1號 蔡總統火力全開就是1月2號 早上是賴清德講說 列車上車下車以後 下午增加了一個官邸的 平面記者記者會 還沒有電視台的 他就是要回應這件事情 然後1號他就出手 在習近平講話之前我先做 然後2號習近平講完以後 再加碼 所以這幾件事情把他的整個 不要再問我什麼連不連任 交給民主機制 我現在更重要的是 要把台灣共識告訴全世界 所以這四大佬的內容 反而變成是有一點 怎麼講 就裡外不是人 你的黨主席 當然他現在不是了 你的總統就是獨派 所過去支持的總統 正在為台灣打拚 你在後面捅刀 但是觀眾朋友必須要講 蔡總統很成功的在這一波 在網路上人氣也好 或是四大佬對他來講 反而是不相反民調而生也好 這件事情對民進黨來講 長期而言會是好事嗎 對國民黨來講會是壞事嗎 同樣的這一份四大佬的 所謂逼宮也好 或者是勸告也好的這個聲明 此刻2019年的1月4號一看 這四個人憑什麼 可是到了6月 到了2020年的1月4號 一年以後 也就是在選舉前一個禮拜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真的就是蔡英文 你再回頭看 這四大佬所寫的內容的時候 可能跟今天感覺就不一樣了 所以此刻蔡英文是把他 在民進黨內 會被民進黨所通過 黨內出選提名的機率 Percentage提高了 這是事實 可是這件事情 對於往後來講是好是壞 隨著時間的不同 看法一定會不一樣 主持人 我可以補充一下 這個是獨派大佬 給蔡總統的建議 請你退居二線 9月1選舉 台灣人民對蔡總統 投下不信任投票 台灣人民沒有欠總統分好 聽起來都對 但是我把它修改一下 因為我對這些獨派大佬實在是 我建議脫下佬 建議你們退居二線 你逼宮失敗 他們現在已經要退到五線 五線 六線 脫線都沒關係 你的逼宮失敗 代表台灣人民對你們獨派大佬 投下不信任票 我們沒有欠你們獨派大佬分好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拜託這些大佬們 我給大家看這個新聞是這個 今天早上柯P2講一遍 是昨天的 去問他逼宮 柯文哲大笑 你們去問賴清德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見縫插針 我給大家看 我非常感動 因為我覺得政治人物 有這樣子的這個 這是韓國瑜 記者也去問韓國瑜 你知道現在很多記者 重兵囤結在高雄 去問他獨派逼宮小英 韓國瑜說 這是尊重民進黨自己的決定 我沒有評論 以韓國瑜現在在網路的聲量 他隨便講一句 一定是上標題的 都我不講 我不去談這個 這很難能可貴 他跟柯文哲剛好是個對照組 你那獨派大佬逼宮 我來幫你加油添祝一下 讓你們越亂越好 韓國瑜他也可以落井下石 可是我不要 我就沒有評論 獨派逼宮小英 跟我高雄市長有什麼關係 對於高雄市的部分 我之無不言言無不禁 但是跟我高雄無關的 不好意思 我沒有講 你們獨派的事情 你去問賴清德 蔡英文 那是獨派的事情 我沒有評論 我給韓國瑜這兩天的表現 很高的評價 很好 主持人我覺得那個feel出來了 有一個比較超越 比較層次高度格局高的 那個政治的feel 韓國瑜這部分處理很好 大家有看說 這整個事件 蔡英文操作得很好 蔡英文操作得很好 也讓這四大佬的聲明 顯得非常的荒謬 因為這個獨派大佬 在蔡英文正面反擊 中共主席習近平的文告的時候 突然出手 那個時間感 真的感覺非常的奇怪 這四大佬這一次 等於是在幫蔡英文助攻 但是實際上 這會改變民進黨的路線嗎 因為蔡英文在她的元旦文告當中 還特別批評了兩岸一家親 接下來不接受九二共識 非常直接 明白的說出口 這代表民進黨到底是要 往更毒的方向走 還是甩掉了這四大佬之後 可以往中間走 到底是什麼訊號 韋翰認為蔡英文的出手 讓她的網路聲量升高 那麼對蔡英文很好 可是對台灣是不是很好 我這一點 我是完全相反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你對蔡英文好 但是對台灣不見得會是好 因為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也就是說民進黨的 兩岸政策已經出來了 就是反對九二共識了 因為這是蔡英文的講法 民進黨長期以來 就有一段時間隱晦 他對於兩岸共識的一個態度 他隱晦 他把他藏起來 可是他現在已經赤裸裸的 告訴你說 我不要九二共識 我反對九二共識 我反對兩岸一家親 但問題就在於 九二共識跟兩岸一家親 對台灣的民眾會造成什麼傷害 不會 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 好 今天蔡英文不要了 民進黨不要了